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鞋底 好几天没更新了 这边是一斤多的羊排 这次我让那个卖羊排的师傅给我 改刀不要改的太小了 这样大块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特别想吃烤羊排 太爽了 在哪烤啊 你们看一下 我自个搭的 拿了几块石头这样子搭了一下 早上的时候我过来点了个火试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现在我要去 捡上一些 燃料 这边这个燃料太多了而且都特别好 像这种 枯枝烂叶的 把它放在这 这个是我早上 弄的柴火 水 盐 辣椒粉 饮料 还有酸奶 大火鸡在这 看一下 点个火 怎么点呢 这个 这个火好难点啊 差不多了 现在把这个 大柴火放在上面 主要是靠这个大柴火 好久没有吃烤羊排了 上一次吃烤羊排是啥时候 应该是在 屋子别克斯坦 环境呢 就这样 在路边 我把肉放那边了 太阳太大了 好久没有干这个放火的勾当了 花了我将近七八分钟呀 才把这个火点起来呀 我 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烧烤架子 一个是比较好的 一架 上一次炼牛肉干也是这个一架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差一点的一架把它拆了 快一会火好以后把它放上面就好了 完美 中华儿女多奇致 这个还要再烤一会儿 这太热了 我要 到这儿来 看一下我这羊肉 花冻得差不多了 我看这个火差不多了 把这个 这个衣架怎么摆 让它不要 滑 只能这样子摆 我觉得 最妥了 就拿这一块吧 先吃这一块 这个这样子能行吗 还可以啊 真人才了 太棒了 没问题 就一次性烤一块就够了 一天吃两块 不多 刚才把它挪了一下 这样子烤更好一点 就是太热了 因为我中午没吃饭 我就想那赶快把它烤熟了吃饭呀 熬不到下午了 加油 翻车了翻车了 刚才 想翻个面来的 结果直接性塌了 现在这个烤羊排 哇 香是香啊 这个怎么吃啊 我记得 没问题 就是直接性拿这种 柴火直接性烤也没问题的 真的 这才要正儿八引的烤羊排呢 要是要啥这个呀 我们用最原始的办法 把这个羊排烤熟 哇好香啊 我都闻到香味了 我估计这样子味道是不是更香一点 这个羊排啊 现在特别香 再翻个面 我就不撒辣椒了 打算过会儿撒点盐直接吃就好了 应该问题不大 先就是不知道肉熟了没有 我要拿个刀子 试探一下 还要再烤一会儿 盐在这儿 还是把它 翻过来 我估摸着差不多了 再烤的话我就害怕全烤糊了 这就是我捣鼓出来的羊排啊 这个惨不忍堵啊 先把这灰捣鼓捣鼓 好了 这个这个就是我捣鼓了半天出来的羊排了 浇的也不能吃啊 还是吃大块的吧 这个车翻的有点大呀 撒点盐 尝一下 哎呀 这个就是比原始人多了一点盐呢 我不敢再继续烤了 我不敢再继续烤了 害怕烤糊了 吃还是能吃的 蘸点盐 就找那个干净的吃就行了 就像这一块 嗯 这苍蝇也来了 其实这个皮挺好吃的 这个衣架子还是不行 这个衣架子还是不行 容易翻车 再过七天吧 6月11号就可以朝鲜走 6月11号就可以朝鲜走 烤鲜走 烤的有点不熟 外边都烤焦了里边还没熟呢 自己 自己捣鼓的烤羊排 跪着也要吃完 让这儿盐 太失败了 用完火呢 一定要 焦灭 好 我6月11号应该 朝着他们首都拉巴特走 困在这儿70多天了 再困下去我都傻了 我还没吃饱 我还要回去做饭 看 亏大了 折腾了我够累的 大家呢 就等我吧 等我出关 这个衣架我都不想要了 算了还是带上个 太狠了 就这样子了啊 拜拜